大家好 今天我想向各位分享一下 Granville 的移动平均线 买卖八大法则 你现在看的图 就是它的基本 的概念图 它显示了 四个买点 也就是青色的 和四个卖点 这个四个买点跟四个卖点呢 都是可以应用在 moving average 也就是移动平均线里面 做交易的判断 这边解释一下 呃 你看到现在的这个蓝线 其实是指指那个股价 股价的走势 这条 藤色的线呢 就是moving average 当然 当我们操作的时候 其实 呃 也不是这么死板的 通常就是说 我们需要一条 短的 moving average 跟一条长的 moving average 来做比较 而这个 图里面显示的就是说 他用股价 把它当成一个短的 moving average 这个 moving average 橙色的线呢 其实就是一个 比较长的 一定要长过 它的 一定要长过这个股价的 在现实中 你可以用 说比如说 短的你可以用ma5 长的你可以用ma20 也可以用ma5 对ma20 也可以用ma20 对应ma60 这个都是要看你个人的 个人的策略 我之前有说过 马来西亚的菩萨谷 KLSE 通常 ma20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ma20的意思就是说 大概是 我们马来西亚 每个星期有5天的交易了 一个月就是20天 所以为什么我们 ma20就是代表过去 一个月的 平均 平均价 再加上很多 股友呢喜欢做短线的交易 呃 通常都是持股不超过 三个月的 啊 所以我觉得ma20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现在我们 先讲 写几字下 它的不同的买点 这个 第一个就是说 它突破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现在我有一条 短的 比如说是股价 长所以长的 比如说是 ma20 它是这样子跑的 然后我的股价 这个是ma20 这个是ma20 股价 由下面 穿过 蓝色的线 要注意的是 要注意的是 两个都是 两条线都是往上的 往上仰的 让它交叉 这边也有 这边出现了一个叫 王金交叉 这个点 我们叫做王金交叉 也就是说 短线 向上仰 穿过 正在向上仰的长线 就是王金交叉 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买点 也就是 这边所说的 这个买点 突破 这个是一个 通常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买点 如果用在马来西亚的话 也就是说 股价突破 MA20 两个线都是往上的 就是一个不错的 就是第一个买点 第二个买点呢 你有看到 如果你注意的话 这个MA20 还是往上的 还是继续往上 这是MA20 股价呢 它已经 它已经突破了 然后回来 又弹回去 这边 这个点 也是这个点 Pullback 就是说它回去的时候 MA20 这条线 又支撑住它 它没有突破 它没有突破 这条线 然后又 往上 又在往上 呃 往上 仰 反弹 或者是说我们叫反弹 或者是说我们叫 呃 带上升 哦 这个点呢 也是第二个买点 呃 这个点呢 会比这个 第一个点呢 是比较高的 啊 买在比较高的价钱 但是这个点呢 第二点呢 的好处就是说 它会比这个第一个点 更安全的多 因为它已经被证实了 因为它已经被证实了 它已经是正在往上 正在往上走的 记得 两条线就是要往上 第三个点呢 第三个点呢 也就是 这个 啊 这个解释下 你看到吗 这个点 其实是这个股价 它已经跌破 这个MA20了 跌破 跌破 但是跌破之后呢 它又再往上 往上扬 再突破这个MA20 其实我们就是你可以用MA20 也可以用MA10 也可以用MA60 啊 Depend你的那个 但是我通常是用MA20 跌破 再往上 我们叫做假突破 通常你在三天里面 它就 弹回去 假突破 这个MA20才是往上 股价也是往上扬 也是就是它说的 第三个买点 第四个买点 其实就是反弹 呃这个我就不鼓励 呃不鼓励新手啊 因为你看到 主要原因是说 MA20的其实是往下的 也就是说这个在处于 下涨 趋势 是一个不适合做 多头的 呃交易 之前我讲的123 这条均线都是往上的啊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一定要往上的意思说 他们现在在处于 呃多头上升趋势 是 让它来做 买的时候 long position 时候 它的胜率是会比较高的 是比较会高的 哦 这个就是它的三个买点 第四个买点呢 不鼓励 不鼓励 卖点 它有三个好的买点 突破 支撑 突破 同样的 它有三个好的卖点 就说我们应该卖出了 马来西亚我们不可以做short 又说我们要卖出 它有突破 又有跌破 跌破呢 主要可以看到 这个叫死盲交叉 两条线都是往下的 往下的 主要就是说我的 MA20是往下 然后我的 股价 也是往下 由上面往下 踏破这个 MA20 这个CNT 这个就叫做 死盲交叉 Tab cross 这个是一个 卖出点 跟之前这个 突破是一个相应的 对立的 一个 买卖点 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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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之前说的 对 对技术分析来说 往下的话 我们通常都是不做交易的 啊 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 跌破的话 下面的事情 通常都不关我们事 都不关我们事了 因为在马来西亚 是不可以做short的 赏付是不可以做short 就不关事的 这几次啊 尽量的在这个 下降趋势的时候 不做交易 但是incase incase 你去boot反弹 你去boot反弹的时候 有机会 你会买在这个位置 这样这个时候呢 这个MA呢 又会变成一个 主力线 它 它往这边 反弹的时候 它很有 很大机会 被这个 MA20 阻止挡住 它就再往下 这个洗字也是一个 另外一个卖点 啊 跟这个对应 跟这个支撑 跟这个是两个是对应的 第三个当然是 是叫做假突破 跟这个是类似的 它好像是突破 它好像是突破 MA20了 这个MA均线 突破了 但是这个线呢 才是在往下的 所以呢 我们叫做 很大机会 它才是会继续的把它压回来 你就看到它 突破之后 又回来 这个是第三个卖点 通常 我们在做 交易的时候 这几个点呢 就是说在MA20下降的时候 我们都不做交易 不管我们事 我们可以做的地方 在马来西亚就是说 突破买入 支撑的时候买入 假突破的时候买入 然后在这个 跌破的时候就卖出 如果你注意到的话 其实这边还有一个点的 就是 当它 股价 离这个 金线 我们叫做 BIOS 太大的时候 它这个金线 会把这个股价拉回来 当然 ideal world里面 你就是要这个点要卖出 然后这个点买回来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 比较需要一些技巧 简单的一点的就是说 如果这边 股价距离它的平均价 有超过20%到30%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 一个卖的 就会卖的机会 因为你知道它 值早会回来的 值早会被拉回来 通常这个情形发生 就是说 它股价上升的太快 啊 然后 MA 这个金线 它就把它拉回来 你要带它拉回来之前 你就把它卖掉 啊这个这样你就会卖在 相对的高点 而且这个点呢 老实说是比较高难度的操作 呀 因为它 你说它 会回来但是它可能会继续往上了啊 这个不知道 这个都是一个距离 然后一个 一个 probability 我还是会鼓励说 这个点 这个就是confirmation 网金 死盲交叉 是一个confirmation 确认 在这边卖出 可能 比这个点 卖出的价钱是比较低 但是这个是为 相对的安全 相对的保守 当然 这个也是要看个人的 个人的操作 现在在 投幅下 三个买点 突破 也就是股价突破 平均线的时候 两条线往上 往上仰的时候 就是第1个买点 支撑 也就是股价 回来的时候 在支撑线 在MA 它的移动 平均线里面 得到支撑 再往上仰的时候 而且同样的两条线 也是要往上仰的时候 也是第2个买点 第3个买点 就是假突破 假跌破 也就是说 股价跌破 破MA2 MA移动 平均线 MA20 MA60 MA120 这是你个人的选择 他跌破之后呢 三天里面 又往回去 又 再次的突破 上上之前的那个均线 我们就 把它这个行为 叫做破底翻 或者叫做 假跌破 这个是第3个买点 另外一个就是 死盲降叉的时候 就是个卖出点 这个4个点呢 就是最简单的 也是最容易操作的 也不需要去 飞绳 只是要手续力就可以了 而其他的 这个 YS 这个是比较高难度的一种操作 卖出点大概大概是大概是20到30%吧 你就可以卖出 但是你也要有 他可能会继续往上走的啊 我不知道 接下来的其他买点跟卖点呢 比如说 他当死盲 死盲交叉之后 Tekord之后 金线是往下的 叫做空投 下降趋势 这些点呢 就不关我们事啦 就不要操作啦 这样你就不会 这样你就不需要知道 他是怎么样的 那些 啊 反弹啊 买路点啊 你不操作的话 这些东西就不关你事 嗯 就这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 八大买卖法则 现在我们去 买一个案例来看一下 我就选了这个 这个 呃 这个是以那这个是 我选了 我选一个 那他我就选了 你哪里 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一个客制股 再把它的均线拿出来 再把它的均线拿出来 你看到我这边很多均线因为这个是 啊我自己另外编写的 啊 把它调出来然后把它选择只是要20就好了 以后不要 啊 你看到的就是红色线 就是 MA20 这我来看 这边 股价 突破这个 MA20 但是 但是 MA20是向下的这个不是第一个买点这不是我们的买点呀 我们的买点其实是这个 也就是 MA20是 往上的股价突破 上上去了 这叫做王金交叉 第1个买点 第2个买点就很多 股价回来之后 在MA20 支撑 支撑着 这边也是支撑着 这个就是第2个 啊买点 就是在支撑的时候买路回调买路 而且你注意一下MA20是往上的 第3个卖买点的精确就是 你可以说是这个 假突破 假deckport 比如说 呃 比如说这条 这条线 这个股价这条线 啊 他在 呃 走 他在盘中的时候 一度 一度是跌破MA20的 然后在盘中的时候又跑回去 又跑回去 三天里面又跑回去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买点 之前讲的那个 卖点啊 如果是卖点的话 其实这边就是卖点了 就是说 MA20其实这边已经是往下了 然后股价 带破MA20的 呃 带 cross 是盲交叉 是个卖点 你就说如果你在这边买路的话 你就这边卖出 这边买 这边卖出 如果你是很厉害的啊 你有本事这边卖出的话 也就是这么一个其中一个卖点 啊这个是在理想中是有可能但是 就比较高难度点 我们来我们来做个简单的 呃 试试下 这边是多少价钱 在Trading View里面有个叫Prior Lange的东西 在这边 它的价钱啊 不知道 我挖错了 应该是 应该是由上面去 这边 往上 看到吗 21% 如果刚才我说的这个大概是说20到30% 它 你可能就是它 离那个均线太远的话 它会拉回来 如果你是 技术分析是比较 呃懂得比较多的话 你可能就会卖在这个 你有可能是卖在这个点的啊 因为它已经超过这个2030%的这个 的这个比例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 呃新手来说呢 你是很难 很难是卖在这个点的 唯卖的是 通常会卖在的是这个点 你这是比较简单的 容易看的 呃 做 做这个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如果你把它拉卡来看的话 其实你是看到它很多是 MA20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不错的 对以来来说是不错的一个 不错的一个 support 来判断你的那个走势 它很符合 你看这边也是一个买点 这边卖 这边卖 然后这边现在呢 它已经是往下了 所以 也是是不适合 现在这个时候是不适合 不适合交易的 OK 这次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